我们看下这个题目 若这次成立 则A-B加C是等于下列哪一个答案 那首先我们等号两边同乘以X加2乘以X平方加X-1 那么得到这是X平方加X加3 然后这是等于这是A去乘以X平方加X-1 然后再加上这是BX加C去乘以X加2 那么这时候我们先以X等于-2代入 那这时候-2加2会等于0 所以呢这一项会不见 我们先得到这是A去乘以 这是-2取平方这是4 然后加上-2就是-2 那么再-1 这是等于这-2代入 这是-2取平方这是4 然后加上-2就是-2 然后再加3 那么我们得到4-2-1是1 所以A乘以1这是A 那么这等于4-2加3 这是5 所以呢我们先算出A是等于5 这个值 这时候A等于5 我们带回这个式子里面 所以呢写下这X平方加X加3 这是等于这5呢我们把它乘进去 这是5X平方加5X-5 那么加上这是BX加C乘以X加2 那么我们把它乘开来 这是BX平方 然后加2BX再加CX 所以是加上这是2B加C 括号去乘以X 那么再乘开这是加2C 这时候我们保留这个部分 我们先把它写下来 这是BX平方加上 这是2B加C括号乘以X 然后加2C 那么这部分呢我们把它移向过来 那么这是等于就是X平方-5X平方 这是-4X平方 那么这移向过来是X-5X 所以这里呢是-4X 然后这移向过来 这3加5 这是8 因此呢这两多样式相等 那么对应相的系数要相等 因此我们就看到 这B要等于-4 那么2C要等于8 所以C是等于4 那么待会检验一下 2乘以-4是-8 -8加4呢是-4 跟这一样 因此呢我们就算出 A等于5 B等于-4 C等于4 这个答案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计算 这个答案 A-B 加C 是 böl a-b d 这负课证 所以是加4 那么加C 就是加4 所以呢 我们算出 这个值 是等于13 这个答案 因此呢 我们这题答案要选D 这个答案